还要带您来到苗栗的客家庄元宵的重头戏棒龙之夜 8号晚间在苗栗河滨公园热闹登场 信了大批民众卡位前来观赏 九尾翔龙轮番上阵接受鞭炮的洗礼 今年主办单位还特别安排了竹竿炮表演 把鞭炮悬挂在竹竿上追龙 重现40年代的棒龙场景 苗栗元宵节重头戏以鞭炮棒龙掀起活动高潮 鞭炮一盒一盒丢炮声隆隆烟雾弥漫 九尾翔龙轮番上阵传说在炮阵中接受鞭炮洗礼 今年活动特别加入竹竿炮表演 十几名工作人员将鞭炮挂在竹竿上围成一个圆 翔龙跑哪鞭炮炸到哪 精彩重现40年代苗栗棒楼伤心 客家先祖也相信我们拜这个神龙会保护我们客家的子弟 所以在每一年的过完年 就会有我们这个鞭炮的出现 以往棒龙之夜最后都以释放高空烟火作为活动结尾 今年该以无人机取代烟火表演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了龙的正面 哇 红包鞭炮 在磅礴的音乐声中 120架无人机在苗栗市的夜空 排出绚丽夺目的棒龙图腾 虽然棒龙过程出现零星差距 民众观赏靠太近险些炸伤 幸好有惊无限 今年元宵的棒龙之夜 在民众的惊呼声中圆满落幕 借张心结 苗栗 蔡美岛